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那我们就开始了 OK 能看到图像能听到声音 那我们就开始了 8点02分了 又到了星期二 然后呢 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最近的一些 尤其是周末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在开始之前呢 也是正常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边的风险提示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资讯啊 包括建议啊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 并不构成个人的金融产品的投资 那我们GoMarkets呢 是98年成立的 目前能够提供的产品 像是这个美国的股票 澳洲的股票 外汇 黄金石油 全球股指等等 那我们目前持有的金融拨牌账的AFSL 大家可以通过去那个ASIC的官网上去查到 我这边换一个Laser pointer 对 OK 然后呢 关于资金安全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因为可能我们老客户经常听我们讲 然后因为考虑到很多我们可能今天来的是一些刚刚参加的这个听众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 我们这边的资金安全 目前呢 是根据澳洲证监会ASIC的监管 所有的客户资金都是存放在第三方的Trust Account的隔离账号 实行客户资金分离的制度 那这个分离的制度是指跟公司的资本资金是完全隔离开来的 而且呢 我们这个客户的资金还需要每日跟银行来进行结算和审核 所以说这个是关于资金安全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最近呢 这个尤其是昨天啊 大家相信通过这个各个的这个财经新闻和渠道 包括APP的推送 应该有看到巴菲特老爷子呢 在周末的时候啊 又是开了他的这个 不会希尔哈萨维的公司的股东大会 那他具体说了什么呢 今天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多的大家应该有看到说巴菲特呢 他在这个会议上说啊 他目前的公司呢 是已经清空了所有美国的航空股 那这个的话 我相信也是引起了一部分投资者的恐慌 因为从昨天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我们的投资者来问说 哎 这个今晚 今晚 他说的是 昨天问的嘛 就是指周一的晚上 是不是这个美国航空股又要暴跌 是不是美国的这个股市又要迎来黑色星期一了 那我在这里呢 也说一说我的看法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巴菲特呢 在4月3号的时候 他当时是传出 也是传出说减持航空股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4月3号 这个我截的是 4月3号的时候 当天的这个一小时图 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呢 是股价直接低开从 我拉一下 直接是从28块多美金低开在了差不多27美金左右 然后呢 一路下跌 跌到了这个 我们可以看 这是31号的时候嘛 所以是低开的价格 是在这个位置 当时呢 是一路低开 并且呢 一路下跌 最低的时候啊 是跌到了20多美金 回到21美金的一个价格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天4月3号啊 美国那边呢 是在盘后 巴菲特呢 是公布了减时的消息 同样的也是经历了周末一系列的这个市场发酵 对于这个市场啊 投资者的信心呢 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结果呢 达美航空在当天 在这个周一开盘的时候 是直接直接跳空低开了 那很多的投资者呢 纷纷在这个开盘之前啊 就或者开盘没多久 就选择割肉离场 结果呢 割肉搁在地板上 虽然我们看到当天低开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天盘内呢 是被迅速的拉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天的一个价格 可以看到这个呢 我这个红标标的地方啊 就是当天4月3号的这个K线图 我们能够看到呢 盘内是迅速的被拉起来 而且收盘的时候啊 是出现了一个底部十字新的图形 这个图形呢 其实属于这个 我们说有一点像是趋势判断的 因为如果像是这种图形啊 出现在一轮下跌行情里面的底部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行情的逆转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K线图啊 就Barchart的话 它是属于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这个 这个有点像蜡烛的竹心的话 它是代表当天的最高的价格走到过的位置 那下方的这个底端呢 就代表当天啊 最低的价格到过的位置 那中间呢 是一个十字新的话 就代表当天的收盘价和当天的这个开盘价是一致的 没有任何的涨跌 那这种的话 通常我们是为理解为是 多头和空头的同时的博弈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十字新是出现在了一轮上涨 上涨行情的这个图形里面的话 很有可能是一个上涨行情的逆转 这个呢 也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这个趋势的判断 而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看 那当时4月3号之后啊 在出现了十字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呢 几天 这个达美航空 以达美航空为代表的这个美国航空艺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面呢 也是经历了这个几天的大涨 而同样的这一次的道理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呢 在清空这个航空股的消息呢 也是在周末的时候 经过了一系列的市场情绪的发酵呢 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啊 我们看到好不容易这个股价 从这个20多美金涨到了接近28美金的价格 股价呢慢慢起稳回升 投资者的信心呢 这个时候又是大受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一开盘啊 很多投资者又是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 导致了股价呢 也是低开了百分之十几 随后呢 又是通过盘内拉升的方式 最后啊 收盘的时候还是一根大阳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 就是尽管是低开 但是收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根阳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交易量呢 也是跟前几天相比啊 也是大大的增加 因为我们说其实这一次来说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 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发泄 就类似于4月3号的时候 并不是说是美国的航空业 就是说到了真正要破产的地步 只是呢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次被情绪支配的操作 我们记得3月初的时候啊 可能很多的这个散户跟着股神巴菲特的脚步呢 当时说要抄底航空股 结果呢 现在肯定很多的这个投资者 还是站在半山腰上 而4月3号啊 就是刚刚说的巴菲特 要减时的那一次 那一批割肉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呢 又是割在了地板上 因为当时最低的时候 我们看到价格比较低 随后两天的股价又是上涨了 所以我们说散户做投资 因为跟巴菲特不一样 不能听风就是闭着眼睛 抄作业的后果 可能就是被割了 因为巴菲特啊 他清空航空股 不代表美国四大这个航空股 就是申请破产 那他以前还 我记得他几年前啊 还说过说他绝对不会 这个投资美国的航空股 结果呢 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那包括这个股神呢 在4月份 也就是说差不多两个多月之前吧 可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呢 他是接受了这个雅虎财经的采访 时间呢不到两个月 那我这边呢 是直接用谷歌翻译翻了一下 方便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说什么呢 他是说啊 我不会出售手里持有的航空股 结果不到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呢 这回又是说 已经清空了所有的这个航空股 所以呢 对于我们这个小散户来说啊 其实不需要过度放大股神的一举一动 因为我们这种级别来说 其实就是小虾 小虾米小鱼 股神的级别它不一样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如果要决定要出场的话 对于他来说 尤其是他的资金量来说 他如果要抛盘 可能一下子会把股价 砸到地板上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散户来说 只要我想卖 我随时就可以卖 那尤其是说 对于我们不同的投资者来说 策略肯定会不一样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是要 像是这个航空股啊 很多人说要抄底 那我们就要来考虑一下 抄底航空股 或者说抄底啊 其他的股票 那我们到底考虑的是高回报率 还是不确定性 那如果你现在可能是60多了 到了需要考虑退休的年纪 那你可能会把积累了很多年的一部分流动资金 来投到股市里面打 咱们打的比方可能是100万 那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来说 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应该是安全和稳定 其次才是收益率 也就是说哪怕一年啊 咱们有10%的收益 就是10万澳币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在澳洲 在澳洲生活的人来说 就是一年的工资了 那么稳定型的传统行业 或者说分红不错的行业 才应该是首选 而不是说这些 就是我经常有时候会听到客户会问的一些 未来有不确定性的行业 或者说公司的股票 就像很多投资者啊 在前段时间呢 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现在澳洲的四大银行 也是到了这个10年的新低 那四大银行像AZ啊 YSPAC NAB 现在的价格都差不多十几块钱 那应该选哪一支 那我的回答呢 始终都是 只要除开YSPAC 其他都可以 如果你要考虑投资银行股的话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确定性 因为除开 因为这个同样啊 都是四大银行 如果啊 整个银行业惨淡的话 大家都是一起惨淡 但是如果要反弹的话 大家反弹的力度啊 也不会差太多 但是不要忘了 是YSPAC 在去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洗钱案悬崖未决 而且呢 罚 而且怎么罚 罚多少 还不知道 所以这只靴子 如果没有落地的话 那始终对于这个 YSPAC来说 都是不确定性 那我宁愿 我可能会去选择 ANZ 或者说NAB 我都要避开 像是YSPAC 投资当中的 这个不确定性 OK 那我们说到这个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比如说 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也有很多的这个金融投资的头脑 那如果你现在可能是20多 30多 或者说40岁左右 正值青年 想在这次危机当中呢 积攒一些金融市场的投资经验 甚至啊 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 那么就是你们可能追求的是 像是一些 呃 一年内 甚至是半年内 一万变两万 自行车变摩托车 呃 这种 如果这个时候呢 再去追求一年10%的回报的话 那一年可能真正拿到手的 肯定就几百 或者说一两千的这个回报 这个对于这个年轻人 愿意尝试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所以对于我们散户来说 资金的管理 还有风险的掌控的级别来说 跟巴菲特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啊 我们是 想买就买 想卖就卖 那 呃 这个说到航空业啊 那很多人就是也会想到说 关于澳洲的Quantus 因为今天呢 我看Quantus也是冲了 出了这个公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 今天呢 澳洲Quantus发布了这个公告 关于他公司呢 目前最新的运营情况 那我看了一下呢 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关于集团的流动性的状况 他在公告里面说呢 目前啊 Quantus已经呢 短期的流动性 已经达到了35亿 而且呢 截止2021年 也就是明年6月份 公司呢 目前是没有 这个重大债债务掉期的 那目前公司呢 这个因为完全是 没有任何的收入嘛 大家也看到 边境都是关闭的 国内航班呢 也是停运的 但是呢 各种支出消耗还是有的 所以公司目前呢 每一周啊 是消耗大约是4000万澳币 那大部分的飞机也是停飞的 员工呢 很多是在这个疫情爆发期间 都下岗了的 我们之前应该也有看到 新闻澳行的很多的这个员工 都是失业了的 那澳洲航空呢 他认为 如果目前的交易环境啊 也就是说 如果持续停飞的话 一直持续到2021年12月 也就是说明年的12月 那他的这个资金消耗呢 也可以撑到那个时候 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Quantus目前有足够的流动性 来应对这个行业的风险 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和对比的 很多人一直在纠结说 如果抄底航空股是买澳行 还是买为真 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抄底航空股 买为买澳行而不买为真的原因 就是说一定要有强大的现金流 而且呢 Quantus在这一次的公告里面呢 也是强调了 他目前没有通过 没有任何通过股权融资的一个计划 这个呢 也是进一步表明 目前啊 澳洲航空Quantus来说 他有足够的现金流 他没有必要目前通过 实施股权啊 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来融资 那另外呢 在这个公告里面啊 公司里面 公司呢 也是披露了他目前遭受的 这个套期保值的损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以来 现在的这个燃油和燃料的这个 价格呢 是出现了下跌 但是呢 Quantus他在四月初的时候 是选择了关闭 一直到今年九月份的 这个原油套期保值的头寸 所以呢 这个也是避免了 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啊 油价大幅下跌来 带来的这个风险 那这个呢 是好事情 那最后呢 Quantus也是这个 强调了这个CEO啊 他也是强调了目前这个 Transpassment Tourism Tourism Bubble 这个翻译比较硬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就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叫跨塔斯曼旅游泡沫 这个有点奇怪 翻译比较硬 那他是讲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澳洲呢 和新西兰的疫情控制的 都非常好 新西兰的话 我看昨天新闻是说 实现 昨天还是前天吧 说是实现了 全国零增长的 这么一个疫情的控制情况 那澳洲呢 现在 除开五一周 看到这个基本上 大部分其他周 也都是逐渐的解封的 一个状态 那所以 这个 澳洲和新西兰呢 现在在合计计划 说要互相 开放边境 因为呢 边境 因为呢 新西兰现在是 澳洲目前啊 第二大的旅游市场 如果一旦开放的话 对于这个Quantus来说呢 这个目前是一个好事 而且我相信 在航空业来说 Quantus也是属于 除开中国市场之外 其他的发达国家里面 航空公司能够复苏最快的 因为我看这个 基本上六七月份啊 澳洲的本地 国内的航空 可能也要慢慢恢复了 那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 Quantus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看到下一页 我拉一下PVT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三四月份 疫情爆发以来呢 全世界的航空和旅游业呢 都是面临的这个 前所未见的这个危机 虽然巴菲特呢 他说他撤出航空业 是因为他觉得 未来的不确定性 是否会继续 比如说像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继续属于封闭 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 从而会改变人们的生活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一次 全世界的这个 航空旅游业的危机呢 是由这一次的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这个公共安全事件导致的 并不是说 比如说某一家公司 它的管理层 或者是战略方向 产生了问题 或者说资金流短缺 造成的这个 扩产这种情况 那在疫情恢复之后 我觉得人们的这个 出行旅游探亲 还有这个我们说度假 留学的需求 其实是依然存在的 那航空业呢 我相信也会 慢慢恢复它的盈利能力 只要这个公司 它的现金流足够 不倒闭 那就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选择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现在是不是一个好时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找了一个漫画 说这个timing is very important 就是说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股票 不管是哪个行业 可能像是现在消费板块 Wawasa Coast 应该都是还比较好 很多的航空的板块 都是已经腰斩了 那上个星期呢 我们GoldMarket也出版了一份清单 里面呢列举了 基本上所有ASX200大盘股 受疫情影响下 超低了70%以上的股票清单 那像是我们清单里面写的 南方传媒SXL 户外传媒公司OML 还有债务收集公司CCP等等 最近的涨势呢 也非常不错 还有包括刚刚 跟大家提到的这个Quantus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被关在家里 这种情况 我个人觉得应该已经够差了吧 那我们还需要等什么时机呢 难道要等到全世界跟中国现在一样 全面的复产复工之后 再来考虑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吗 那我觉得到时候股价 可能不会再是这个 比如说打五折 或者说打六折这个股价了 当然我要始终强调的是 其实超低呢 是非常讲究时机和策略的 分批进场的话 就是会保 我一直强调是分批进场 一定不会 没有一定不会让你 就是抄底抄在半山腰上 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说 我们每一次都能抄底 抄在最低位嘛 但是现在的金融市场呢 其实也不再是十几年 buy and hold 就可以一聊一劳永逸的 一个投资的策略 因为今天早上 我有跟一个就是我们电台的听众 打电话进来的一个阿姨聊天嘛 他说他过去十几年 投资的策略包括买Telstra的原始股 或者说买四大银行的股票 因为高股息嘛 这么多年以来 股息都比较高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然后呢 分了股息之后呢 也不出场 就一直放在那 就让他一直在 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他也觉得 就是自从啊 这近几年以来 过去十几年的这个 buy and hold 这种一劳永逸的投资策略 已经不太在适用 目前的金融环境的市场 因为他也觉得 就比如说 我今年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股票 它可能涨了百分之二十 或者三十一些大盘股 也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 但往往一些突发事件 或者说类似像这样子的黑天鹅 或者说像过去年的 这个中美贸易争端 每一次的争端 可能都会导致 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下跌 所以啊 我这边呢 也有跟他建议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次超底策略中呢 其实是可以给自己 设立一个小目标的 比如说一个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或者说多一点 百分之三十的策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离场了 或者说我可以把它分成两批 一部分的资金呢 我作为中短线 一部分资金呢 我可以作为中长线 中短线的部分呢 一旦到达了我的目标 我的这个盈利目标之后 我就会坚决离场 那剩下的资金呢 我会继续观望 这样子的话就不至于说 哎 好不容易涨了一年的股票 一次事件 就回到解放前嘛 这个我们讲究 怎么说呢 落袋为安 所以呢就刚刚说的 这个18年之后呢 全球的这个基本的 这个经济 还有政治形式呢 已经是发生了变化 这个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我自己觉得目前呢 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或者说即将要面临到的一个危机 我们看下一张PPT 今天啊 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可以看一下 我找了一个 我找了一个中文版的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文版的 我看 一个小视频 它呢 我看好像应该是这个 新华社在推特里面 推特里面发出来的一个 关于中国和美国 这次疫情纷争的一个视频 我还专闻找了一个中文版 我觉得挺有意思 放给大家听一下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声音 但是 能不能听到声音都无所谓 因为它有字幕 所以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转发 We said it was dangerous The virus is not dangerous But millions of Chinese are dead Even though the virus is not dangerous We are correct Even though we contradict ourselves Gosh, just listen to yourself That's right You're right We did nothing for 3 months And because the WHO agrees with China We're cutting funding for the WHO Are you listening to yourselves? We are always correct Even though we contradict ourselves That's what I love best about you Americans Your consistency OK 然後 OK 這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小視頻啊 我覺得很有意思 不知道你們看了是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好像 基本上我們在這個疫情爆發以來的這兩三個月 好像都經歷過吧 就 中國一旦發布什麼 可能美國相關的這個媒體報告 就會出來什麼報道 我個人呢也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剛也看了一下這個報道 就英文版的報道 因為它我給大家找的是有中文翻譯的嘛 我剛看了一下英文版的報道裡面 沒有翻譯的很多下面的留言啊 很多的這個網友還在期待第二系列 就是說特朗普說的給自己的身體來注射這個消毒劑啊 這個就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相信這個我們即使身在海外的華人呢 現在應該也是有明顯的感覺到中美貿易的關係 中美的關係啊也是走到了比較不太尋常的階段 因為上個星期我看新聞聯播啊 它是連著兩天吧 抨擊了這個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 因為我們知道新聞聯播呢 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官方媒體的 那普通人呢上個幾秒鐘都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還整個連續劇 連續呢抨擊了兩天 那這個呢其實我們就是提到的這種 是屬於典型的這個轉移內部矛盾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是彭博社 我也是直接用了谷歌翻譯 因為呢蓬佩奧在這個一次發言當中呢 它是說有個什麼說是 巨大的政治證明啊 冠狀病毒的爆發呢 是源於這個武漢的一個病毒實驗室 那從那個那一次之後呢 中國官方的媒體呢 也是強烈的抨擊了這個蓬佩奧 這個是事情的起因 那剛剛我們也提到說 這個是為什麼我認為的 目前我們情況下 我們目前的情況下會面臨到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危機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再過幾個月啊 美國就要迎來大選了 那現在美國的疫情呢 依然是比較嚴重 而且呢在這種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呢 很多州啊依然是選擇了復工 所以呢對於這個 美國的這個政黨來說啊 很需要的 目前就是把這個 用外部的矛盾來轉移內部的矛盾 這個時候呢民族的情緒就會高漲 那剛剛提到的危機 我剛剛也說到這個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呢 在這個18年之後啊 是談了差不多一年多 才到今年1月初呢 有了第一步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 那當時呢 我記得大家也是接大關係啊 而且市場呢 也是非常怎麼說呢 期待下一個階段的協議的時候 這個時候沒多久 因為我們知道1月初嘛 沒多久 新冠肺炎就爆發了 而且呢這個 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美國在未來幾個月呢 也是即將要大選 那我比較擔心啊 在這個疫情恢復之後 那1月份達成的這個協議呢 可能會失效 甚至啊 會有更大的摩擦反复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中國啊 基本上已經全面的復產復工了 但是美國呢 現在雖然很多周是復工 但是依然還是這個高漲的這個 感染率 而且是還在這個疫情的坑裡面 爬不起來 所以首先啊 這個雙方的對決的力量呢 就已經失衡了 那有一些人 我經常也看到 就有一些評論會說 難道我們是要回到1950年的 那個年代 中美冷戰的時代嗎 時代嗎 那我們就要考慮一下 其實國家啊 我們說其實都是一個一個的利益體 每個利益體呢 都會在時代的推動下 做出最利於自己的選擇 因為中國呢 在過去幾十年的這個發展過程中啊 其實是 離不開加入WTO之後 成為了世界的代工廠 儘管呢 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犧牲了很多代價 包括像是環境的這個代價 但是呢 人民的腰包也裹了 其實是賺了不少錢 那中間呢 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啊 賺了老美是挺多錢的 那即使是貿易戰打得最火熱的2018年呢 我看了一下 根據中國海關署的數據統計 中國呢全年的貿易順差啊 是達到了3518億美元 其中對美貿易呢 是順差達到了3233億美元 這個比率啊 是整整超過了90% 那到了2019年也基本上是這個情況 所以說 中國目前的對外貿易來說 是很大的比率 是依賴於對美出口的 那對於美國來說 我們都知道 美國很多的高端科技產品啊 的零部件 或者說這個居民生活的用品啊 消費品啊 其實它生產的國家還是在中國 因為美國現在基本上沒有太多的 這個生產端嘛 所以很多人說 包括其實即使像是菲律賓 老挝 越南 我個人覺得還沒有能夠達到一個 成形的條件 能夠完全取代中國的地位 所以說 如果這個對於美國來說 要跟中國完全切割這個關係的話 那對於美國的民眾來說 應該也是會面臨很大程度上的物價飛漲 所以我並不覺得說 中美貿易戰就會就此 直接切割開來 但是很長 很大程度上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的這個摩擦 是肯定的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雙方都不傻 這個時候是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下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你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只是對於我們投資者來說 其實做好心理準備 總是沒有錯的 而且我們看 現在的這個目前階段 中美貿易戰的摩擦 互相指責 始終沒有上升到另外一個高度 就是說 國家領導人之間的互相指責 你看前段時間 特朗普這個開口 閉口說這個中國病毒 但是始終 會在最後的時候 強調一句說 我其實跟習近平主席的關係 是非常好的 這個我們說有點像什麼 其實就像是 這個明星八卦 鬧離婚 雙方可能一開始 會是親友團的口水戰 我們經常看什麼 娛樂八卦的新聞 某對明星夫妻 可能要鬧離婚了 那這個之前呢 會放一些這個煙霧蛋 或者說 爆一些料 而且呢 都是通過什麼經紀人 閨蜜 或者是什麼 知情人士爆料 那爆的料呢 可能無非就是什麼 女方揮霍啊 男方工作不顧家啊 這一類的 但真正啊 還沒有到 就是男女雙方主角 下場 顧私的地步 那這種時候呢 我們說其實 沒有到那個地步啊 基本上還是有 怎麼說呢 可以友好結尾的 而且目前中美關係呢 也是類似的情況 因為最近啊 我們看到中國 最接近於批評 這個美國特朗普的呢 是這個中國外交部 在上周四發表的 他說了什麼呢 是說 某一些美國政客啊 試圖將自己 對疫情處理不利的責任 推給他人 但是呢 沒有點名 那特朗普呢 也最近回應說 回應說 他說他之前稱 稱這個病毒 為中國病毒的原因 是因為中國指控說 病毒是由 美國陸軍運動員 來帶入武漢的 他呢 是以此表示回應 而且最近幾周啊 我們也看到 特朗普呢 也不再提起 Chinese virus 就是中國病毒 所以截止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 雙方的這個緊張關係呢 雖然可能是 劍拔怒張的 但是依然是受控的 而且是理性的 所以 對於像是 這一種未來 可能遇到的 一系列的 這種摩擦來說 對於我們 投資者來說 可能是無法預料的 黑天鵝 但這個其實就像 我們每一次 從2018年以來 中美貿易摩擦 所導致的市場震盪 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同樣是這個 我們說 在這個震盪當中 同樣是挑戰 但同樣是機遇 這邊呢 我就列舉了 以標普500大盤 為例子的一個走勢 從2018年的年中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 2018年的年中呢 年初到年中啊 一開始呢 是好好的 到了2018年底呢 我們知道 中美摩擦 開始顯現了 那到了這個 跌的幅度呢 當時也是 從3000點的左右 一直跌到了 將近2300點 但隨後 在2019年 我們看到 雖然可能在 五六月份 八九月份的 這個時間呢 貿易爭端 是跌在這個 一直連著的 就是中美 比如說 關於這個 增加關稅 關於那個增加關稅 但是呢 在2019年 整體的一個形勢來說 它依然是向上的 從18年底的 2300多點 一直漲到了 3400多點 這個漲 那也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來說 下跌呢 其實 又是迎來了 新的一次 上漲的機會 每一次下跌啊 其實都是 我們站在 我們如果站在 上帝視角的來看 其實每一次下跌 都是一次 補仓的機會 那我相信 其實接下來的 中美貿易摩擦的 這個情況 也是基本上 類似的 因為雙方 不會 為了利益而言 不會真正的去撕破 但是呢 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 或者說 一些利益的糾紛 那時不時 產生一些摩擦 會很正常 那很多人會問 或者說 目前啊 美國的國債 來說呢 債台高柱 會不會出現 大面積違約的情況 從而拖垮美國的金融市場 因為前段時間 我們也一直跟客戶強調 這個債務啊 是目前比較擔心的 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同樣巴菲特呢 他在年會上 也做了回答 那我認為啊 他的回答呢 是整個年會 我認為是最精髓的部分 他說了什麼呢 他說啊 這個是根本 不會存在的問題 好嗎 他說 他認為阿根廷 會不會破產 因為他們發行的債務 不是他們的主權貨幣 他們用了別人的貨幣 來欠了別人的錢 但是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用了自己的貨幣 欠了別人的錢 換句話說 這個我左手打了欠條 右手印鈔機打開 只要美元啊 在國際上的結算地位不倒 那麼我想印多少錢 就可以印多少錢 當然這個前提是 印出來的錢 不會造成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那我們就要提提 美聯儲的這個無限量化寬鬆的政策 很多人說 包括我也經常聽我們這個 客戶在問啊 為什麼現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 對於未來預期不好 包括出來的經濟數據不好 然後失業率又高漲的情況下 股市還能漲 那現在的股市我們都知道 它已經目前來說 這個階段已經完全了脫離了 目前經濟的走勢 因為說白了呢 股市啊 它其實就是一個交易的過程 你要有買 你要有賣 才能就是有這個股市的交易量 如果我們說有人在買的話 那麼永遠就不會擔心下跌 那我們說這個世界上最大最有錢的 庄家就是是誰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擁有印鈔機的美聯儲 所以呢 這個關係的分析呢 我也跟大家來做一個結尾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作者啊 他說的這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 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it's your problem 意思是說 美元呢 是我們的貨幣 但是呢 這個是你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 側面的說了一下 這個巴菲特他的話 就是說 我們是美國是用了自己的貨幣 欠了別人的錢 但是你完全不用擔心 OK 這個是關於美國債務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 前兩天啊 我看到 這個 微博上面也是 包括這個 很多我們這個 朋友圈啊 也在 轉發一個 蘭州時光的老大爺 我覺得很有意思 老大爺呢 在這個視頻裡面 講的頭頭是道 他是這個 收紙板 國內收紙板箱的嘛 他講的頭頭是道 是道分析什麼 現在的石油啊 目前的比特幣啊 然後 各種各樣的這種 經濟的形式 那 我們說 這個為什麼 時光老大爺 會爆火 其實 我覺得這個現象來說 對於中國來說 它有好 有好的一面 也有壞的一面 壞的一面 我總結來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中國缺少這樣子的人 就是說我們 目前 為什麼老大爺 會爆火 那就證明目前 我們身邊 能夠接觸到的 像是老大爺 因為他這樣子的身份 或者說工作來說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人 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也是我 總結的 就是因為中國 沒有這樣的人 那很多人說 那你這兩句話 不是自相矛盾嗎 那其實好處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 我們能夠看到 可能如果我們 很多人去過歐洲 或者日本的話 應該能感覺得出來 可能很多像這種國家 可能開出租車啊 或者甚至也是石荒啊 或者說收集備品的老人 六十幾歲 或者說年紀更大一些 他們很普遍 可能言談舉止 非常得體 可能其中一個 可能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是 資產上百萬 甚至上千萬 但是可能 在經歷了一定的時期之後 從當時中高端的社會 階層裡面掉下來了 那我們要慶幸的 就是說 在我們國家幾十年的發展當中呢 至少目前還沒有遇到過 像是這種 怎麼說呢 這個階級性的這個集體掉落 那從疫情以來呢 我偶爾也會刷一下這個朋友圈 那經常呢 會刷到一些 像是這個同樣 跟我們一樣 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朋友的 這個朋友圈的一些 轉發和言論 那有這麼一些人呢 這個 我就不太理解 那他們的這個 相關的主題的言論呢 基本上是圍繞末日論 來展開的 展開的 像是這個 二月份的時候 中國疫情在這個 國內不是爆發的很嚴重嗎 那他的朋友圈的議題啊 就在主題啊 就基本上什麼 中國向全世界隱瞞疫情啦 然後全面的封鎖 是沒有人權的啊 什麼歷史上 從來都沒有沒有過的呀 然後包括什麼 中國的經濟要完蛋啊 就類似於這樣子的言論 可能咱們身邊也有不少的 這個朋友圈會 人會發這樣的朋友圈 我呢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不管像這樣的人 他今天是以什麼樣的身份 就是澳洲的國籍也好 中國的國籍也罷 抨擊任何國家的政治 或者說政策也好 我們要有立場的同時 但是不要忘本 因為我相信啊 就是像我們這一代人 或者說我們的上一代人 能夠出國的話 跟我們的這個上一代 或者說我們的這個 所處的經濟環境 或者說曾經所處的經濟環境 是分不開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關於這一類的這個 事件的一些我的想法 那最後呢 我想以最後一句話來 結尾吧 因為我前兩天看了一個 我其中最喜歡的一個 這個博主呢 他的視頻 他結尾的文案 我覺得寫的非常好 也是 怎麼說呢 也能夠幫助我們 現在共渡這個難關吧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 我們這代人啊 一直生活在 以後會更好的 預期裡面 以後的收入會更高 機會會更多 物價和資產價格會漲 社會在發展 時代在進步 一切都是向上的 以後會更好的期望 深入骨髓 但回到上帝視角 或許我們才 生活在一個特例里 我們身在經濟發展的 上升期 我們就誤以為 整個世界都應遵循 以後會更好 這個世界 不只是春河景明 也有不測之源 所以說什麼 歲月靜好 你不過是生在了盛世 從衣食住行到價值實現 都要倚仗穩定 和向上的經濟環境 而我們卻很難意識到 這種我們坐享其成 且其以為常的狀態 是一種奢侈品 因為我們已經麻木了 而這令人羡慕的麻木感 並不是唾手可得 更不是天經地義 而是來自 共和國經濟發展中的探索 奮進和血汗 是每次資本市場 暗潮汹湧中的運籌帷幄 是經濟和外交中的縱橫百合和勾心鬥角 是神州華州持續幾十年的堅苦奮鬥 所以對外貿易和中國製造的捉機寸壘 是每次災難和危機下的陸地同心 更是各行各業絕火微光的勤勞奮獻 只是深圳逢時的我們 患了人間也患了心境 所以這個最後呢 這個一段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想說呢 在這個最後的這個時候啊 不管是經濟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或者說是這個 我們之後面臨的政治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始終要慶幸的是 我們現在生長的這個實在 時代是一切會更好 以後會更好的時代 OK 今天的這個網課呢 大部分的內容呢 就講到這裡 那關於這個我們公司 現在的這個客戶服務呢 應該如果是我們這邊客戶的話 應該也有說到 我們現在每天早上啊 都是有這個財經廣播電台的節目 如果錯過了3CW S341的這個電台節目的話 可以在我們公司官網的這個 澳洲中文服務裡面 去找到這個當天的錄音 那我們每天早上呢 現在也給我們的現有客戶 來發送這個交易提示短信 內容涵蓋呢 有可能當天或者近幾天的一些 關於股票 外匯 股指 黃金等等 一個交易信息的策略 然後這個呢也是 OK 然後上個星期啊 我們這邊呢 也是寫了一個關於抄底石油的股評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石油已經出 這個股評已經出版了 是在股評裡面的列舉和對比了 四支美國石油上市公司 而且都是不小的公司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在明天的時候 聯繫我們的小助手來領取 然後我們的標準服務 這個剛剛跟大家有說到 像是這個電台廣播啊 財經新聞啊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的網課 我們每周呢是有三次 對於普通客戶來說 有三次 每周二三四 晚上八點鐘準時開始 然後我們的交易費用呢 是ASX200的股票 最低10塊錢 超過的部分呢 萬分之八 每股呢是每 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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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的股票是每股兩美分 最低15美金 呃 這個是費用的方面 然後 OK 這個是我們線下的活動 因為現在 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所有線下的活動 都已經停辦了 存在了線上 OK 然後最後的話 還是簡單說一下 我們現在還有這個 百分之三十增金的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所有的 這個網課的內容 接下來是提問環節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OK 有問題的話 嗯 對 這個 Sony Fang說的好 對就是巫師財經 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博主 他在 上 我記得上個星期 還是上上個星期吧 講了這個 日本的這個幾十年經濟大蕭條的一個環境 然後呢 當時看完之後 我也很有感觸啊 因為對於日本人來說 他們可能是 就是 那一代人來說 可能是丟掉的三十年 但是對於我們中國崛起的人來說 這個我們是得到的三十年 所以 嗯 怎麼說呢 這一次疫情的影響 可能很多人 就包括生活啊 或者生意 呃 或者說工作 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我們始終相信的是 未來會更好 OK 我看有人問A2的空間還大嗎 嗯 怎麼說呢 A2的空間還大嗎 其實 嗯 就是有一點像 有人現在問我 Afterpay的空間還大嗎 嗯 其實我們做一個投資啊 要看他 要看他 未來向上的空間 和向下 向下的空間 來做一個對比 那我們說 Afterpay 或者說A2 現在的價格可能 嗯 尤其是對比於其他行業的股票來說 因為A2 呃我印象裡面 它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基本上沒怎麼跌嘛 可能還有點上漲 那Afterpay 它也是差不多的 之前最低的時候跌到8塊多 現在這兩天可能到30塊錢 對所以基本上情況是一樣 我們要看他上方的空間 和下方的空間 你如果覺得比如說 呃 A2最大的情況下 比如說他能夠漲到20 或者25塊錢 但他下方的空間 如果 如果你覺得說 欸如果A2 他這一段時間都有暴漲 但是一旦啊 他的嗯 怎麼說呢 財報出來之後 可能不符合市場的預期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市場來說 不再是這個 財報出來好不好的一個問題了 就不再說是 今天你盈利了1000萬 還是2000萬的一個問題 呃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 目前的很多公司啊 他出財報 其實都會有一個心理的 預期和建設 比如說 嗯 怎麼說呢 呃 大家都知道現在經濟形勢不好 那麼對於很多公司 市場來說 他都會有一定的判斷 你到底是盈利1000萬 還是虧損1000萬 但是如果哪怕你這個財報 出來是虧損900萬 低於我預期的虧損1000萬的話 這個對於投資者來說 都是好事 所以這個時候 哪怕他的財報出來不好 那股價都可能會上漲 那A2也是一樣的 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如果 因為他現在這段時間 一直漲 漲的也比較厲害嘛 呃 而且基本上沒怎麼跌 我記得 然後這種情況下 那你如果有一個財報 他出來公司的情況不太好 或者說是甚至盈利可能低於預期的話 那對他的股價的打擊就會非常大 這個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 而且你要回去看一下 你覺得未來A2的上升空間和下跌的空間 它是成一個正比嗎 是1比1呢 還是1 還是上升1 下跌2 還是說上升2 下跌1 這個是我們做投資的時候 最需要去考慮的一個點 OK 然後 嗯 我看好幾個人在問關於NAB啊 NAB的話 就是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NAB的話 其實屬於Mike很喜歡的這個銀行股啊 他一直很推薦 NAB 包括 以NAB為代表的銀行股 呃 那我自己個人來說呢 呃 我對銀行是沒有太多的 怎麼說呢 投資感情吧 對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了 年輕人嘛 不 不會太去追求一年10%的一個漲幅 但是 NAB它作為四大銀行裡面來說 應該是不錯的一個投資 就是我剛剛說的 呃 四大銀行裡面 如果你覺得CBA太高 那剩下三支 三支股票 只要不是Westpac 其實都是不錯的 嗯 好的 謝謝 這個劉彥平客戶的點贊 感謝大家 呃 Westpac OK 不是說Westpac不好 就是我剛剛在這個其中的一段裡面有提到的 呃 就是說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啊 一定要去考慮到一定的不確定性 那同樣都是三呃 這個三支銀行股票 可能股價也都差不多15 16塊錢 差不了太大 差不了幾毛錢 那如果銀行業不好的話 基本上大家可能也都不好 那如果銀行業反彈的話 可能股價的反彈力度都差不多 無非就可能你今天反彈百分之二點幾 我明天反彈百分之一點幾的一個區別 但是Westpac 它現在最主要的一個不確定性就是在19年的洗錢案當中 因為我記得當時發酵的特別厲害 導致了整個澳洲銀行業的下跌 就是因為 嗯 它可能關於這個洗錢法案的這個呃 違反嘛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 Westpac 它還是沒有最終的一個 處決的方案 然後呢 呃 我個人覺得 那在這種不確定的因素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這個處決到底是罰 罰怎麼罰 罰多少錢 因為我記得當時 呃 它的這個 違規的規模啊 應該是幾年前 好像是17年的時候吧 CBA也有類似的這樣子 洗錢違規的規模 基本上是CBA的10倍左右 所以至於到底罰多少錢 我們 誰都沒有一個定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要選銀行股的話 就盡量避開這種不確定的 可能會爆雷的一些因素吧 OK 三個月內 Afterpay會上50嗎 嗯 這個就有點像 你覺得 這個就有點像 怎麼說呢 三個月內 OK 呃 我通告說 騰訊呢 是成了它的超過5%的大股東 呃 那這個相關的新聞的話 我記得 Mike應該有在周一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 對於騰訊這種 這麼大的這種 主角兽工的 這種公司來說啊 5% Afterpay的這個 呃 股權 它真正的市值 對於騰訊來說 只是灑灑水了 它其實 並不是說啊 我真正的是 呃 看好這個 澳洲的這個市場 其實對於騰訊來說 他 他 他投資Afterpay 應該更多的是 是傾向於 呃 Afterpay在美國的一個發展 所以 怎麼說呢 ABT它未來的發展 其實 嗯 怎麼說呢 還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未知數 因為它這種股票呢 它跟傳統的銀行 或者說 嗯 礦業它不太一樣 呃 未來的發展空間 會很大 如果有這種天時地利 人和的這種發展的話 但是呢 如果像是有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 戰略啊 或者 這個 呃 資金流向方面的錯誤 或者說監管問題的話 因為我記得 Afterpay 今年除外啊 去年 前年 基本上 每一次下跌 都離不開 這個 反洗錢法 或者說澳洲 呃 金融監管機構的一些 質詢 或者說是監管 所以說像這種話 是我們在 投資類似於 Afterpay這種新型的 金融 呃 公司尤其是要注意的 OK 問CSL 能不能加倉 OK CSL也是我最近 研究比較多的一支 公司的股票 它這兩天的股價 應該是在300塊錢左右 在上個月吧 上個月初的時候 我也寫過一篇 關於CSL的股票 當時呢 是研究了一下 CSL目前 它的所有相關類的 相關類的產品 跟這個 目前的新冠疫情的 這個相關性 因為我們知道 CSL它很多的產品 它的這個產品 就是雪漿和疫苗嘛 疫苗的話 咱們首先不說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想法 包括 我之前在這個 電台廣播節目裡面 也有跟大家去分享 我個人覺得 嗯 如果疫苗要生產的話 花費的時間和精力 會很大 並不會像我們 現在經常看到的 一些新聞啊 這種報道 一樣說 馬上要進入到 什麼階段了 因為我們人類啊 這麼多年 這麼幾百 就是科學發展的 幾十幾百年來說 從來沒有研究過關於冠狀 就研究成功過 關於冠狀病毒的疫苗 因為冠狀病毒 它的變異很快嘛 而且在特定環境下 它會立馬消失 這種對於疫苗的研究的成本 和時間來說是非常大的 那現在CSL來說呢 它現在有比較多的這個 嗯怎麼說呢 收集雪 雪漿的這個 收集 就是雪液收集站 它目前 應該在雪液製品來說 全球應該是排名前幾名的 我記得 然後呢 包括現在 全世界公認的 關於 包括之前中國 的相關媒體報道 也有說鼓勵 就是疫情 就是恢復了的患者 去獻血 因為就是說 它的這個血液裡面的 有一定的抗體 可以幫助的 現在一些患者 來這個抵抗病毒的入侵嘛 就是說 CSL在這個方面呢 它其實是有非常大的 一個優勢的 就是說 它可以獲取很多的這個 血清和血漿產品來 研究或者說 生產這一類的這個抵抗 治癒病毒的這個 血清和血漿 那另外呢 呃 像是它 上 我記得應該是 月初的 月初還是月中的時候吧 在公告裡面呢 也是強調 它不撤回 今年的盈率預期 這個在目前的情況下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呃 公司 上市公司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情況下 基本上很多的公司 都是削減了 2020年的盈利預期 或者說直接撤回了盈利預期 那CSL 它敢這麼 怎麼說呢 嗯 這個大張旗鼓的話 我覺得它肯定是在 這一次疫情當中很有底氣的 那 其他的像是 CSL的產品的話 我之前也一直強調過 CSL它有一個產品 叫做靜脈這個 呃 突然說不出來 叫這個 嗯 靜脈免疫球蛋白注射 對 它這個產品呢 就可以給一些重症病患者 來注射 增強它的免疫力 來抵抗病毒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病毒 它是沒有特效藥 或者說能夠治癒的藥品 只有靠人體自身的免疫力 那CSL它自己生產的這個 呃 這個產品呢 它就是可以幫助一些重症病患者 增加他們的免疫力 而且呢 在疫情爆發之前 也就是19年的財報裡面 它顯示呢 僅僅這一個產品 它的銷售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利潤啊 都已經 呃 達到了 我記得應該是百分之二十幾吧 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六的一個 呃 一個增長 所以如果是這一次疫情之後的話 我相信這一個產品 它的利潤率會更高 OK 那今天就這樣子 因為九點了嘛 剛好一個小時 然後 也非常感謝大家 花時間 每天這個周二周三周四晚上 來聽我們的這個網課 希望呢 大家之後也可以多關注 有問題的話 隨時跟我們聯繫 可以聯繫小助手 或者拨打我們公司電話 呃 感謝大家收看 大家晚安 我們等下 既然就是 我們在那邊 接著 我們在那邊 我們yn面前 融融 我們準備好 我們運氣